Sally 你好 你好 莉莉 咱们疫情期间也不能见面 所以只有在网络视频上跟大家见面 今天我为什么邀请到你呢 实际上就是在三天前 我曾经访谈了两位房东 夫妻两个人 小米和他的先生 当时就谈到了关于 驱赶他们不好的租客的情况 他们也谈到了 你在出租房交流群里面 也给他们了很大的帮助 所以今天我就特别邀请你来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关于驱赶租客这方面 你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 你自己做房东也是很长时间了 你先跟我们讲一讲 你遇到的租客的问题 都有过哪些吧 遇到租客最多的 实际上就是不按时交租了 这个是很多的 所以在我之前 我不是写过一篇 关于如何有效的驱赶 屡次晚交租金的租客 这篇文章 专门介绍一种很有效的方法 如何同时发 Tend Day Notice和 One Month Notice的原理和功效 反正这一招 我觉得是非常管用 我自己都用过好多次 因为我自己的也拥有一个 这个Mobile Home Park 和你一样 里面大概有几十号的租客 所以这几年也上过好几次 这种好多次了 这种RTV的听证会 所以也成功的驱赶过不少 这种无赖的租客 有些可以说是还是比较奇葩的租客 包括我遇到过一些妓女了 毒贩了 我都去住过 所以非常有经验 我一直跟朋友讲 因为我自己虽然有这个出租房的群 但是当房东问起来 我说Lilien 你看我碰到了这个无赖租客 我该怎么办的时候 尤其是他们讲到 走法律程序的时候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帮他们 因为就是我们在做任何的投资的时候 实际上你能够分享的东西 是你能经历过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邀请你来 因为我这方面没有这个经历 我自己可能在筛选租客方面 比较有心得体会 那你是因为走过这条路 所以我特别想把你请过来 真正能够帮助到大家 那你跟我讲一讲 你这个回忆一下 你最头疼的一个租客的经历 大概是什么样的 最头疼的是碰到一个租霸 这个租霸呢 可能说起来这是 他曾经用斧子来威胁过我 我不知道大家当房东的人 有没有遇到过你面对一个像你养斧子的这样一个租客 遇到过这样的情形 驱赶他的过程实际上是很长了 经历了都快两年了 而且当时的这个环境是连警察都不站在我这边 为什么 因为说这个房子呢 他说是因为前房东说口头说把这个摩托后面给他了 所以说既然口头的警察都认为这是他在这居住的权利 所以我都不能驱赶他 但这其中这个后来区区折折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了 我觉得都可以写部小说了 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要驱逐他 当时驱逐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交房租嘛 不交房租 那我们我们摩托后面也是可以驱逐这个租客的 如果不交房租 他又没有那个不给我写那个租约 所以我跟他之间就RTB是不会管的 因为我们之间没有租约 他就强制霸占这个房子 租霸的也是霸占这个房子嘛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中间真的驱逐遮遮的用了很多的智慧了 就是就是制斗他 最后呢 还是靠这个雇佣罚警的 把他彻底去除了出无言了 所以你刚才讲的Sunny 你其实给我了一个想要告诉大家 提醒大家的一个信息 就是大家要还是要签written的这个租约的 对不对 因为我知道很多我们华人的房东 是没有跟租客签约的 你没有签约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真正到了RTB是不认可的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跟租客之间没有租约的话 实际RTB是不会管我们的 所以我们就会限制到一个三不管的境界 所以这上面 所以我们要签一个有效的租约 对我们来 对我们作为房东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对 真的是非常好的提醒 那Sunny 我想问你 因为刚才你提到了 你有很多次驱赶租客的经历 包括这个拿斧头的这个租客 怎么给他赶走的 那你跟我们房东朋友讲一下 在我们尤其是我们BC省 在驱赶租客的过程中 就是走法律程序的时候 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跟大家讲一下 我觉得首先在学会筛选嘛 这个所以Lelia的课是很好 所以先要筛选好的租客 如果你有好的租客的话 你就不会走到驱赶这个地步了嘛 避免很多这种麻烦 对 你是要第一步要学会筛选 然后呢 当然你的筛选也会有走眼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也会可能好租客变成坏租客 都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想能够有效的去驱赶租客的话 实际上你要从一签约就要开始准备了 重要重点是什么呢 就一切都按法规去办事 最怕的就是房东是自己不懂法规 又不按法规操作 最后出了问题就变成哑巴吃黄莲油骨 说不出来 谁也帮不上你 是你说的这个 就是我前一段嘛 有一个视频 对吧 我就讲大家房东一定要知法 守法和执法 所以这个首先你要知法 就是这个知识的储备非常重要 然后呢 租客出现问题 我们要去执法 就是你要去实行 对吧 你不能拖拖拖 你看前两天 我访谈这个小米他们 他们这三个例子 我觉得做的还算成功的地方 是他们每一次都是及时的去处理了 很多房东是拖的 对 再一点呢 就是如何收集证据 你不能等出了问题才想起收集证据 那时也就来不及了 收集证据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呢 你收集的证据呢 你如何整理 如何预备你的心态 去参加这个RTB的听证会 这些都很有讲究 你如果错了一步 你就可能这个就输了官司 我是强调点的 就是你在做每一个步骤 都要按法规的要求 严谨认真的去做 你不能留给对方任何空子可钻 你做错任何一点 你让他抓住漏洞的话 那有你苦头吃了 嗯 你这点提的特别好 因为什么呢 包括我跟这个有些房东朋友 他们说到的 因为我听起来啊 我听起来他们故事 我都觉得哎 你百分之百你能赢的 但是他真的就没赢 那有一些呢 确实他的交地 递交文件的时候 有一些错误 不管是时间上来说 还是说有些东西 该画的没画 他们就觉得呢 哎呀这个RTB 太偏向这个租客了 所以呢我自己 我就觉得呢 这个真是学问来的 就是筛选是学问 咱们怎么要去 把这个租客驱赶走 这更是一个学问 那所以呢 今天我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啊 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Sanny 他在11月27号 有一个驱赶租客的 一个讲座 知识讲座 我自己都是非常期待去听啊 因为我这方面知识还是欠缺 Sanny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讲座 你主要讲什么内容 这次讲座呢 我可能要是从 就是刚才我讲的 从开头 你怎么去签一个很有效果的 这个租约开始来去做 包括我们中间出现过程 出现问题以后 我们怎么去收集证据 最后呢 怎么整理这个证据 因为有时候RTB不理你的话 你输的话 可能是你的证据整理的不好 你上去没有条理性 然后呢 下面就是你怎么去 在这个RTB的听证据 你怎么预备你的心态 这个心态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你的心态错的话 RTB的人的话 真的会 他会偏向租客的 所以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当你的 什么东西都做好了以后 你发现就会出现一个 有很多时候出现一种 意想不到的结果 就像刚才 莉莉上次访谈中 那对叔父啊 就是在我给他们的指导和建议下 他们非常严谨的 准备了60多项 就加上账牌 大概80多项这样的证据 这是按我讲 给他提供的方法 他整理好以后 提供给这个RTB以后 然后呢 这些证据也提供给了这个租客 当这个租客知道 看到这些证据以后 知道即使出现听证据 也不可能赢了 所以他怎么办呢 他只能知难而退 乖乖搬家走人 对 这个是最好最好的结果 如果是有一点 租客觉得有机可乘的话 他可以再上诉 他可以再拖你一个月两个月 而且他们也讲了 对吧 实际上听证会 下一次是12月份 那他们10月底就 偷偷就是乖乖的搬走了 这真的是非常重要 这些有经验的租客 他们因为经历过这些过程之后 他知道他可以怎样去钻空子 那Sani 我相信啊 你在最开始的时候 也是犯过一些错误的 我们也不是说现在 咱们从新房东就能成为讲师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 驱赶租客过程中吧 有犯过哪些错误 跟大家讲一下 好 我在这个驱赶租客的过程中 也犯过错误 也败诉过 那么主要原因呢 就是这是证据不足 而且我提出的证据呢 所那个依据的法理 我自己都不清楚 所以这时候呢 你出席RTB的话 被那个 那个arbitrator来提问的时候 你回答不上来的话 你的心态一下就乱掉了 所以这时候就导致了我们败诉了 而且有时候呢 这个RTB的会偏向租客 所以这就是我犯了一次错误 就是把one month notice上 那个驱赶理由给填错了 然后呢 又没有找到所依据的这个法理 政绩对法理最后摆诉 但是最后呢 我是吸取经验教兴 就是我败了一次 但是呢 在后面呢 我就剩了 在接下来的听证会 我还是成功驱赶 驱赶走了这个坏的租客 就是等于说浪费了一些时间是吧 但是最后还是驱赶走了 对 所以这个整个完整的经过呢 我会在我的讲座里会告诉大家 我想让大家呢 避免走我所曾经掉进去的坑 这上面呢 等于在我的那个 Mobile Home Park的课程上呢 我的学员送我一句话 说Sony老师用自己掉过的坑 填平了学员的路 所以我今天呢 我想下次讲的 我也希望给大家用我的坑 来填平大家的路 确实是这样啊 因为我们从这个经验中 和经验教训中 来跟大家来做分享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避免这些麻烦 对 那Sony我想问你一下 因为我自己真的 没有去参加过听证会啊 那你参加过这些 这个听证会的过程中 有什么体会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让大家做一个思想准备 这个初期听证会的 这个前期预备工作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我的那个Manager 他是西人了 所以过去我也自己去 在Trainment会陈述过 但现在呢 我有这个西人的Manager以后呢 我基本上会让我的西人 来去他来陈述 原因是什么 他是西人 所以他陈述上在这个文法上呢 这个发音上会比我们标准很多 所以这样在在听证会上就会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但是在前一天 我一定会和他把整个流程就是走一遍 然后把其中的逻辑的重点 和我们要陈述的重点都列举出来 而且告诉他哪些内容 你要用什么语气 用什么心态来描述 所以这个前期的预备工作非常非常重要 怎么整理证据 怎么去陈述你的证据 怎么用什么样的内容 用什么心态 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很有讲究的 所以这样来能确保你在整个听证会上 有好的表现 让这个arbitrator能够叛逆赢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你也是会在这个讲座上 跟大家分享出来 是吧 对 我会把这些内容 而且很详细的给大家用实际的例子 我的证据是怎么一箱一箱的做的 包括在哪个点上 你要用什么语气 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心态来去描述 我都会给大家讲 真的非常好 非常好 我觉得我听了你 今天我访谈你之后 我觉得你这个课程太有价值了 真的是太有价值 而且这个我自己也是觉得 你听了这么一次 你认认真真地学下来之后 你以后碰到这个问题 你就知道怎么去做了 不用再去纠结了 咱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对吧 对 我只要想给大家把这整个这个流程的 给大家捋顺 大家看一下整个流程怎么走下来的 你有个概念以后 这种理念你有了以后 真的碰到问题 你不会慌了 你知道碰到这个问题 我该怎么去处理了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对 是的 就像我筛选课程一样的 你像我的学员 很多学员给我的反馈 就是说刚开始有出租房的时候 心里很毛 为什么呢 因为听到太多房东 有这个坏租客的经历 就自己没有信心 他们说上完了我这六步筛选之后 哎呀 增加了这个自信心 就觉得没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我也是非常鼓励大家 愿意来学习的 想要做一个轻轻松松房东的 那除了可以上我这个筛选的课程之外啊 也可以来报这个 报这个Sunny的这个课程 那你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你当时 就是办这个课程的原因 而且为什么要收费 因为很多人说 哎Sunny 你干脆就免费给我们 把这个信息告我们不就完了吗 让我想起来 想办这次讲座呢 是房东群的这个朋友 他和他先生来联系我 然后呢 而且做太太的 好像都怀孕了 被这个坏租客折磨的 都快出忧郁症了 而且他也是基督徒 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嘛 所以就是上次访谈中 历历访谈那对夫妇 他房东不算是没有经验的房东 但他们碰上这个租客呢 却是很狡猾的 他是按时交租的 而且他就是使坏 而且还偷偷种大麻 那么种大麻在这已经合法化了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如果你的 作为证据来说 如果你找的 你支持你的证据的法律 如果找错的话 那你就是败数无疑 肯定会败的 所以这时候你要去找到一个 好的支持你证据的法律 就尤为重要 尤为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从他们的经历上呢 我就看到我们的房东呢 太多的房东需要知识装备 来去对付无赖租客 而且我觉得现在 在现在这个疫情情况下 政府这个偏 偏谈那个租客的做法 那个政策 好租客都开始慢慢的变了 变坏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在 要给大家讲这方面的知识来说 可以说是迫在眉睫 而且有的房东朋友跟我说 我英文不好 说RTB上是有很多的信息 但它看起来很吃力 我在讲座上 以后会给大家演示一个 很简单的方法 因为我是IT出手 我可以让你一个click 就可以把英文网站变成中文的 让英文再也不成为你的障碍 所以你就可以很顺畅的来读 来去从那个RTB的网站 来拿到你所需要的信息 那为啥要收费呢 我觉得这有利于双方 因为我办过免费的讲座 但发现效果真的不好 因为我发现来参加免费讲座呢 好多人他不重视 来参加人的有一搭没一搭 或者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内容 根本就没认真听 所以这样来说 等于是在浪费双方的时间和精力 你说的这个我特别有体会 因为我从五年前 就开始办出租房的讲座 当时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然后一次每一次报名 因为那个场地只有50人 每一次都报满 最后我要办六次 才能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 结果我发现 真正这些参加的人 真正他用我的方法去做了吗 我觉得能有10%就不错 所以你刚才说的 我就特别有体会 为什么我现在开始也想说 为了帮助大家 能够真正掌握知识 和我自己 我觉得我的时间也是有价值的 我的经验也是有价值的 所以我为什么要做网课 就是这个 如果大家相信我 如果想要在这方面去学习 你付费一定是效果是最好的 对 从我自己的那个经验来说 我也是参加很多讲座的人 反正我交费的讲座 我会很认真 做笔记了 或者从来不会 不会这个迟到了 或者都按时上了 上线来听了 是很认真的 但是如果真是不收费的话 好像我就自己都没有压力了 没有压力了 而且对我来说 如果作为一个讲座的主办人 我收了费以后 对我来说是形成了一个压力和责任 因为我的讲座内容呢 我一定要对得起大家交的费 所以我一定会认真准备 而且这次讲座 吴不禁准备了PPT 还准备给当场给大家 发那个课件文档 好 那谢谢三里的时间 好 谢谢莉莉 再见 好的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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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